一名騎士戴著口罩和手套 在廟前廣場四處繞啊繞 不斷張望尋找下手目標 鎖定兩輛停放在一起的汽車 而其中一部黑色轎車正好沒鎖門 男子立刻上車行竊 總共損失30萬的現金 跟6000多塊的零錢包 當時車門我記得我是有鎖起來的 以為是自己疏忽放在家裡面 所以我才趕回家再做仔細的搜查 廣場人來人往男子大膽行竊 三分鐘後得手30萬元 揚長而去 事後雕躍監視器發現 原來這名張姓嫌犯刻意到廟城 就是為了偷竊 陸續到庭放的汽車旁 嘗試開啟車門 發現白色轎車上鎖 再往下個目標前進 很討厭啊 那如果真的今天是人家要開刀的錢 還急用的錢 那這樣子會造成很多人的困擾 總共開了三步 目擊者看到 以為是家屬啊 人家家屬要來拿東西 20號上午7點左右 一名包商開車載朋友 到前台南縣議長 吳建保靈堂悼念 將好滑民車停在保華工前 但車門忘了上鎖 嫌犯就把車內30萬工程款偷走 包商起初沒發現 直到廠商取款 才驚覺失窃 嚇得立刻報警 警方發現原來嫌犯在月初 就曾經到宮廟廣場 以相同守法犯案 偷竊8000元 錢是要不回來的 前後就30萬再加30萬 就是前後60萬 於24日22時許 巡憲將住在台中之張姓犯嫌 查契到案 持續擴大清查 是否吝嗇他案 嫌犯住在台中 還特地千里迢迢到台南隨機犯案 月初就曾經有車主失竊 直到這一次開進口車的包商被偷 警方24號才通知人道案說明 現在嫌犯被依竊到罪嫌 移送偵辦TVBS新聞 顧手上徐遇敦台南報導